最后我们看一下迭代性模式的使用场景 使用场景呢 我们这儿例举了两个 第一个是GcarryEach GcarryEach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场景 第二个呢是ESU的这个Iterator 因为这个Iterator这个东西已经到了ESU的标准中 所以说我们这儿不得不拿出来讲 而且呢 通过迭代性模式 通过设计模式来讲这种语法 我觉得是很顺理成章的 就是很水到渠成的一种方式 你如果是直接去讲这种语法呢 你还得领大家去复习这个设计模式 你复习设计模式呢 你肯定没有我前面讲各种基础 这是铺垫讲的那么详细 讲的那么完整 因为我们这儿是专门讲设计模式 所以说你复习不好呢 你对这个语法就理解不会很深 理解不会很深你就学不好 所以说我们先去把什么面前对象 设计原则这些都理解好 然后再去理解设计模式 理解完设计模式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具体的语法 这其实就是一种这个语法产生的一种顺序 我们像学历史一样 从最远古的时代去学习 然后去到现在 这是一种顺序 如果你是奔着这个语法来学设计模式 先学语法 然后再去学设计模式 或者说为了学语法讲设计模式 这就是一种逆序 逆序的话 就是容易有备于人们的思维 所以说它就不好去 好 JQuery的这个场景 我们就不再演示了 我们在这儿简单的复习一下 就是最终我们是要 辨离数组 辨离Nodalist 辨离JQuery的对象 后来我们写成什么呢 就是写成了一个函数 最主要是这一行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原始的数据 可以通过只块一封装 给它生成一个迭代器 迭代器也好 辨离器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生成个迭代器 或生成个辨离器 然后呢 这个辨离器就已经有了 这个第二次的方法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辨离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演示的一个结果 或者说体现的迭代器模式的一个初衷 演示过 你不再重复演示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重点看一下这个ESDU的 这个Iterator的这个语法 就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它为何存在 就是好多同学可能都到现在 ESDU现在都出来快三年了 至少两年多快三年了 就是很多ESDU其他的语法 都已经普及了 但是这个Iterator呢 可能你都没有用过 或者说你都没有接触过 但是它确实是在ESDU的标准中 是占的很大比重的一块部分 那它为什么要存在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 它是实现了迭代器模式 就是ESDU中实现迭代器模式的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那迭代器模式是我们常用的设计模式 所以它存在肯定是合理的 那我们看看具体的原因 迭代器模式是什么 迭代器模式是我们之前讲过 是有序的法文数据集合 有序法文数据集合 这就取决于这个语法中 这个有序数据集合的这个类型是不多 就是如果是这个语法中有序数据集合的类型 就那么一种 那你就不用什么迭代器模式了 就直接访问那一种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的语法中 有序数据集合的类型已经有很多 而且还可以自己定义更多 那你就必须有一种机制 来去实现它们统一的这种便利或访问机制 所以说ESDU语法中 有序数据集合类型是比较多的 大家看一下 像数组 像这是数组是最传统的 Mapset这是最新出的 就是ESDU中出的 String也是 就ZOVTR也是一种有序数据集合 因为它里面包含的是一个一个的字符 TopsArray虽然不常用 但它也是 Arguments 大家想一下 Arguments就是我们函数里面的参数 它也是有序数据集合 还有这个NodeList 就是我们之前演示过 它也是有序数据集合 OK 那这么多的话 我们要对这好多种类型 进行数据的便利 就是如果我们能写一种数据便利的方法 能建容这好多种类型 那肯定是OK的 对吧 但是你不用写了 因为ESDU已经给出你答案 就是这个Itrator 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便利接口 来便利所有数据类型 这是为何存在 存在是有必要的 必要是什么 必要就是这一个 大家注意 这个Object不是有序数据集合 如果你想把Object变成有序数据集合 你可以通过Map来代替 Map就是ESDU中的这个MapSet 这个Map Map是有序数据集合 它展现出来的这种 能表述的形式是一样的 Object不是 大家想想Object 你如果是想用这个Next 你返回哪一个 你哪个都不合适 OK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们首先说它为什么存在 然后我们说一说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讲说它存在的必要 然后我们再探索它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一开始探索它到底是什么 你可能都糊涂 它是什么 有什么意思 那以上数据类型呢 我说过以上数据类型 直到说我们刚才说的那种 几种有序数据集合 以上数据类型 就是它的便利都可以通过这个 Atrator来实现 对吧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就是我们这一篇要讲的 以上数据类型 它都有一个叫 Symbol.Atrator的一个属性 这个呢 是一个Symbol的一个数据类型 Symbol数据类型 就是一个独色的数据类型 防止ZooTar的这种 KLi和别人的ZooTar进行重复了 大家不用管 只是需要知道 这个中文号里面 这个Symbol.Atrator 然后中文号 这是一个K 这是一个K 就是一个属性的一个K 属性的一个名称就可以了 它有这么一个属性 就是所有的数据类型 都有这么一个属性 然后属性值是函数 就是如果我们访问这个 比如说数据的这个属性 它是一个函数 然后执行函数 反过一个地带器 然后大家看到这儿 其实就是跟我们之前讲的 地带器模式完全对应上 本来是我一个数据 我有一个数据 是一个原始的数据类型 那我要对它进行便利 便利呢 我要有地带器模式 这样的话 我需要根据这个数据 生成一个地带器 这就是我们上一节 演示的时候演示的 怎么生成呢 ES6中已经有了 这么一个属性 然后属性值是函数 直接执行这个函数 就会反过这个地带器 大家看 ES6都已经把我们封装好了 给我们封装好了 那给我们封装好了 那封装的东西 就是这个Atrator 好 地带器它反过之后 就要怎么便利呢 地带器就有next的方法 可以顺序地带资源素 大家看 next的方法 都已经给我们定义好了 上一节我们演示的时候 next的方法 还是我们自己写的 这儿它都已经 给我们定义好了 可运行这个什么呢 可运行这个 array.prite type 然后把这个 symbol.iterator 这个属性的名称 放在这儿 来测试 就是我们要看一看 数组中有没有这个属性 那我们自己演的方法 就是看看 数组的这个原型中有没有 如果原型中有的话 证明数组中就已经有了 这块如果是你觉得原型 看的不是很明白的话 我推荐你去学习 我之前录制的 前端gs面试技巧 那么可 就那个基础面试题 那么可 我们就说 这最后一句话 就是拿这个来测试 我们看一下这个截图 我们就不再运行了 运行出来之后 和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照着抄就行了 我们就不再写一遍了 写一遍也没啥意思 就是完全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array.prite type 然后symbol.iterator 就是我们刚才上一篇 PPT最后那一点 就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数组的原型里面 它到底有没有 这么一个属性 然后返回出来是什么呢 返回出来是一个function 对吧 是一个function 然后native code 就是它原始的代码 我们看不到 返回出来是一个function 就说明 就数组确实有这么一个属性 然后这个属性值呢 是一个函数 这个验证了我们的说法 没有问题 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下 执行这个属性值 也就是执行这个函数 它返回的是什么 按照我们的预期 它返回应该返回一个 迪代器 大家看一执行之后 括号就执行了嘛 一执行之后 它返回的确实是一个 迪代器 就是个iterator的一个类型 然后按照我们之前的预期 迪代器它也应该有一个 next的一个方法 大家看一下 确实有一个next的方法 迪代器 然后我们执行返回迪代器 然后点next 大家看 value等于什么 down等于什么 也就是说它这个迪代器啊 只有next 没有hasnext 那我们怎么通过next 来判断它有没有结束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down 就是如果是它正在边理中 value是当前的这个元素的值 down是什么 当是false 就是没有完 当是false 如果是边理完了 那这个value对antifind的 当是什么 当是true 当是true就证明边理完了 这个意思其实和这个hasnext 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是换了一种邪法而已